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份讲义是说适合有 这个文章是黄震的先生 1988年写的 这个文章的架构大致我在黑板上写一下 主要就是讨论四字句跟有字句 要去分析 然后理论上有邓守信老师的理论 邓守信老师 第二位是邓守信老师的分析 第二位是邓守信老师的分析 那朱德西老师是认为分列句 是准分列句的辨语 邓守信老师是把它 把试字当作一个焦点的标记 然后接下来就是本文的作者 王正德老师的分析 那王老师的分析呢 这三个分析里头 各自有各自的主张 那朱德西老师这边呢 会有三个 提出三个的疑问 一、二 王正德老师的分析呢 是把试跟有字 当作是一个提升动词 然后呢它有四个论证 然后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所以一开始呢 先讲这个试字句 试这个东西呢 有两种 第一种呢 叫做二元属于的试 那又分两种 这种试叫做判断句 试有两种 一个是把它当作判断句 那当作判断句的试呢 也有两种语义 一个是表等同关系 一个是表类属关系 判断句里头的试呢 表等同关系的 它是一种二元素的例子 试像一跟二 那判断句我们知道是表示 两个名词组的等同 那一跟二里头呢 我的老师是张先生 张先生是我的老师 他是语义上是等同 所以两个名词组如果互换的话 他句子是合法的 所以呢 嗯 当你说我的老师是张先生 你把它对调主兵语对调之后 张先生是我的老师是没有问题 判断句有第二种是类属关系 类属关系比如说像三句 张先生是好人 第四句马是一种动物 那在类属关系的时候 因为他语义的原因 你把主兵与位置互换 一个好人是张先生 其实句子是不好的 所以判断句表达名词组之间的类属关系的话 一个名词组描述另外一个名词组的属性 不可以将两个名词组互换位置 会不合语法 这是判断句的部分 那第二种四字句呢 我们说叫做分裂句 分裂句 这也是我们今天会讲的比较多的句式 那李慧琪博士的硕士论文呢 他主要就是在讲分裂句 那分裂句呢 它的功能是强调句子当中的句法成分 再说一次 分裂句它是一个焦点标记 它用来做什么 它的功能是强调句子中的成分 那这是它的功能 那它身为一个焦点标记 它在句法上是叫做一个提升动词 提升动词 等一下会解释什么叫做提升动词 在提升动词里头 其实说的就是呢 有一些谓语它的主语允许出现在它的动词的后面 也出现在动词的左边 那所以当动词 当动词是提升动词的时候 主语可以提升也可以不提升 例子像789 是张三明天到纽约去 张三明天到纽约去 这是一个简单句 那它的那个主语是张三 那张三可以做提升到诗 这个位语的左边 变成张三诗明天到纽约去 或者你可以说张三明天诗到纽约去 那各位注意一下 这789里头它诗的位置 7句的诗呢 它是出现在主语之张三之前 那我们知道它强调的 如果它是一个焦点标记的话 它强调的成分是主语张三 那第八个这个 它诗是出现在副词明天的前头 所以它强调的对象是明天 那张三明天诗到纽约去 这个诗呢出现在道的左边 它是强调整个动词组 这是它的分布 这一类的句子在语译功能上 就相当于英文的分裂句 分裂句 英文的分裂句是什么 It is John who went to Taipei yesterday 在我们说分裂句等同于这个英文的分裂句 英文的分裂句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也是现在强调主语张 John就是那个去台北的人 那你也可以说 It is Taipei where John went to yesterday 你会把要强调的成分的把它提取出来 放在It is的后面 那这是分裂句 那这个跟我们的诗字句的功能是类似的 它是一个焦点标记 出现在它要强调的成分的前面 比如说像刚看到的七八九句 那汉语的分裂句呢 除了是以外 有时候会出现在句尾的 像是十、十一、十二 是张三昨天看到王小姐的 张三是昨天看到王小姐的 张三昨天是看到王小姐的 张三昨天是看到王小姐的 那这边要注意哦 这个德它可以出现在动词跟兵语之间 那十、十一、十二 我们看到的德是出现在句末 那它出现在那个动兵之间 例子像十三跟十四 一会儿帮我们念十三句跟十四句 所以这个时候那个德呢 其实是出现在动兵的兵语前面 那英语里头的对应的分裂句就是十五、十六、十七 好,我们先一年帮我们念一下十五、十六、十七 所以呢,你们可以发现到 it is 后面在这种交点句 就是分裂句里头 英文分裂句的特性就是把它要强调的词组 从基本句里头去把它移出来 然后放在it is 的后面 当作强调 这是汉语的分裂句跟它对应的英语的句式 分裂句总共有至少两类 那在英语里头也是一样 刚刚看到的是it is 什么什么 that 对不对 然后用后面的 that后面就出现原来的句子 这不是唯一的分裂句的种类 在英语里头还有另外一种叫做准分裂句 例子像二十跟二十一 好,二十跟二十一 我们先预悍帮我们念一下 那你们会看到那个was的右边的book 才是整个句子当中要强调的成分 就是我买的东西不是别的哦 其实是那本书对不对 那让他觉得很兴奋的不是别的东西 其实是那本书 所以这个叫做准分裂句 准分裂句在汉语里头也有对应的句式 例子像十八跟十九 十八句呢 我们说昨天看到王小姐的式章三 那大家可以看把那个的式画起来 那可以发现出现在的式右边的 是他强调的成分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是准分裂句 在汉语里头的例子 好 那准分裂句跟分裂句当中不一样的是 那个分裂句里头的式 请把它省掉之后呢 他都会变成原来的简单句 可是呢准分裂句 却不可以这样子做 所以就下一个blit point 22上面 他说准分裂句里头的式 是不能够省略的 刚新地带了 新地带了吗 新地带了吗 新地带还没到 他怎么了 那慧语帮我们念一下 22句 对22句 昨天看到王小姐的式章三 对 昨天看到王小姐的式章三 因为我把式取消掉是不行的 那这是22句 所以我们知道那个焦点句跟 分裂句跟准分裂句 在英语里头 一个是 it is 什么什么 that 什么什么 那准分裂句是what 为开头的 比如说 what i 怎么样怎么样 was 或是is 这样一个强调的名词主在后头 那是的两个论源位置呢 如果去做交换的话 比如说像23句 昨天看到王小姐的人 是章三 那 那一样 这边如果是准分裂句 他就应该要写成是 昨天看到王小姐的是章三 那这边的人 让他变成一个名词主 所以他有名词主跟章三 其实是可以去做互换的 所以你可以说章三是昨天看到王小姐的人 或者是章三是昨天看到王小姐的 那这句你可以拿去跟第19句来做比较 所以准分裂句跟分裂句的比较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分裂句主要强调句子当中的成分 我们把是呢 放在你要强调的成分前面 那是呢 是可以省掉 句子的基本语义是不会改变的 那不过准分裂句的是 是不可以省的 不可以用来强调 不是他不是用来强调语句的成分 他主要的功能是等同 等同 所以像18是可以的 22是不行的 那准分裂句呢 应该归属于判断句的一种 所以竹语跟兵语呢 我们刚看到他位置互换的时候 意思其实是等同的 也就是说 的是的两个论员呢 位置互换一样 比如说像24本来说 张三是昨天看到王小姐的人 比如说昨天看到王小姐的人 是张三 其实是可以的 OK 好那接下来讲 对四字句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他的句法分布 就是说 表等同意表 类属意跟表 分裂句的三种 四字句 那关于四字句 现在进到第二部分 是朱德西、邓首信跟黄正德的分析 首先是朱德西先生 请问朱德西先生的理论里头呢 怎么样来区分 怎么样来分析这个四字句呢 那个一华 那个一华 他说 这个 朱德西先生 他说什么 他说分 分裂句 分裂句 对 分裂句 那他认为分裂句跟卷分裂句 彼此之间是有衍生 就是衍生关系的 那三層语法里头 他会假定说句子看到的表层结构 他其实可能有一个基底的形式 那最简单的基底形式 其实就是普通句 那普通句呢 他可以做不同的变形 比如说像移味删除 或者是夹叉成粉 然后变成不同的句式 那他的原理是说 在我们脑子里 其实不需要记得这么多的句子 那我们的脑容量是有限的 那我们只要知道一些语法规则 然后基于某些生成结构的简单句 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些规则去生成不同的句式 那以分裂句跟准分裂句来说 他都有强调句中某个成分的功能 那所以极有可能他们是由普通句衍生来 那朱德希先生分析是分裂句是从准分裂句来的 那刚刚讲说分裂句是把试放在你要强调的东西的前面 那准分裂句是得试 然后右边才是强调的成分 那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可以说准分裂句 经过什么样的变换变成分裂句 那基本上就是准分裂句把主兵与位置互换 这里请你在分裂句从准分裂句而来 这边右边写一下 准分裂句经过主兵与位置互换 主兵与位置互换 好他会得到分裂句 好可以好 那关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看黑板上的26句跟27句 26句是昨天买书的是我 那的是的左边是昨天买书 那右边是我 那这是一个什么句 这是什么句 对对准分裂句嘛对不对 那请你把那个准分裂句当昨天买书的这个成分呢 你把它移到是我的后面 你会变成什么是我昨天买书的 它变成一个什么分裂句对不对 那二十七句我是昨天买书的 这是一个分裂句对不对 那它的分裂句这个要讲的其实是它的第一个问题 但不管怎么样中文主兵与互换 我来找一个句子比较好讲清楚的 比如说昨天买书的是我26句 好现在老师框起来的这个部分 你把它移到是我的右边 或者是这个是呢左边这个我现在框起来的成分 跟右边是是的右边这个我这个成分去做互调会变成什么 再说一次是是的左边是昨天买书的 是的右边是我 那你把它互换会变怎么样 就会变成二十七句对不对 所以假设是是一个二元动词 它是一个二元术语的话 它的主语是昨天买书的 它的冰语是我 那你做了主冰语为之互换的话 它会由二十六的准分裂句变成二十七的分裂句 可以吗 这就是朱德西先生的分析 所以他认为分析那个分裂句从准分裂句可以变换来 但是呢 在文献当中一直有讨论这个分析 他认为有三个 文献当中认为有三个 比较有问题的地方需要去解决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一般纯粹的等同句 经过主冰语义会其实是不会产生语义的奇异的 可是像二十六变到二十七呢 它会产生奇异 怎么说 奇异就是说有一个句式有两种语义 或是有一个词有两个语义 我们叫做奇异嘛 ambiguous 比如说二十七的 我是昨天买书的 其实他有强调昨天不是其他时候 但是二十六句并没有这样子的强调 他是说昨天买书的是我 他并不是强调时间复辞昨天 对不对 所以呢 二十六强调买书的人跟我其实是一种等同关系 可是二十七呢 虽然也表示说昨天买书的人是我 但是呢 他有强调昨天买书 而不是前天买书 那你如果说这两个句式是有衍生相关的 那你就必须解释 为什么二十七有这样子的强调用法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质疑的地方 语义的奇异 好不好 先上去 语义的奇异 好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 下面那个不会碰 分裂句的句首是不能从准分裂句来得到 刚刚讲说许多分裂句 我们分裂句都是从准分裂句来的 但是其实有许多分裂句 他不能由判断句的主兵与异味而来 然后呢 中文的其实也没有主与后制的现象 什么叫主与后制的现象 我举个例子 李四买了一本书 李四买了一本书 李四是主语 对不对 我如果把李四放到买了一本书 后面变成主语后制 会变成买了一本书李四 可是这个句子是不好的 所以中文一般来讲 并没有主语后制这种变题 可是其他语言可能会有 有些语言他把主语放到的句子后面 变成主位次序变成位主 其实是可以的 可是问题就是汉语没有这样子 所以李四买了一本书 你说买了一本书李四是不行 那既然没有主兵与异之后 又是主语后制 这种operation 这种变化在汉语里头 在中文里头 那你怎么会说 分列句 它是由准分列句 经过主兵与异味而来呢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语言里头 不允许这种机制 本来一般句就没有这种机制 那为什么你会在特殊的句式里面 发生这种变化 一般我们语言里头 可以允许的句法生成 那我们就可以说它会应用在不同的句式 可是问题就是这个语言没有 那你也不能这样讲 所以朱德希认为这种判断句 比如说昨天看见她的是我 你如果把主语 昨天看见她的是我 把昨天看见她的一道句尾的话 会变成是我昨天看到她的 那如果我们依照朱德希的理论 把判断句经过主语后 只成为分列句 其实很多是不可行 比如说像34 我这边有一个34句 是我的朋友张三 本来是张三是我的朋友 对不对 张三是我的朋友 是一个等同句 那我把主语张三放到后面 跟主兵语变成异味了 你会变成是我的朋友张三 那这是不行的啊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有些分裂句 其实没有判断句来 当作它的来源 也就是当我们假设说 所有的分裂句 都是准分裂句来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分裂句 它一定会有什么 准分裂句的变体 对不对 因为所有的分裂句 都是由准分裂句去做主语后制过来的 那所以是不是我们一看到每一句的分裂句 我们都可以看到它原来的准分裂句是什么 它的来源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是一定 但是问题就是很多的分裂句 没有准分裂句哦 没有准分裂句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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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子对朱德西先生的分析 就会造成一个困扰 也就是说比如说像 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三四这些句子 对不起 没有的 是三五三六三七三八这个句子 比如说是昨天下雨的 这是一个准分裂句 下了雨的是昨天 对不起下了雨的是昨天 这是一个准分裂句 那它的分裂句的对应应 应该是是昨天下了雨的 你看这个的是在这边 对不对 然后你把是做主编 是的前面跟是的后面做主编 下了雨的 是昨天 那你如果说是昨天下了雨的 它没有对应的准分裂句啊 比如说是昨天 强调的是昨天 那你不能说下了雨的是昨天 也是一样要强调昨天 对不对 那三十六是不行的啊 那你怎么说 从一个这个语言里头 不允许三十六嘛 这个语言没有三十六句 怎么会有三十五句呢 如果你认为三十五句的分裂句 是从准分裂句来的 好 那三七三八是一样 这个语言里头 没有三十八这样的句子 下了不少雨是 可是你呢 可以有分裂句 是下了不少雨 对不对 好 这是三个质疑 对于朱德西先生 把分裂句认为是准分裂句的 而来的这个分析作的三个质疑 那邓守信先生呢 他提出了另外一个理论 他声称可以解释这三个问题 那请问邓守信先生的理论是什么 余涵把手说看 他认为是就是焦点标记而不是准分裂句 对 所以把分裂句看成的是 分裂句里头的诗 看成一个是焦点的标记 一个只是焦点专用的标记 只要在句子的焦点前面插入诗 那句子就会变成分裂句 那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分裂句的那个句法分布 比如说像7、8、9 你会发现那个是呢 它就出现在主语前面 它就是强调主语 出现在副词前面就是强调副语 那当然出现在动词组前面 它就是强调动词组的一个焦点分裂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对它来说这个是只是一个marker 只是一个标记 那标记句中的哪个成分需要受到强调 那所以第一个是什么 它忽略了分裂句跟准分裂句是呢 其实带有动词的属性 为什么 当你把它分析成一个焦点标记的时候 它的属性其实就是一个particle 对不对 就是一个注词 或者是一个只是表焦点 那事实上是呢 它是有动词的属性的 为什么呢 我们说测验动词在汉语里头 我们可以看它是不是可以形成A非A问句 然后还有就是它是不是可以做否定 那所以我们看39的ABC 是不是它昨天借了你的书 本来是是它昨天借了你的书 它是昨天借了你的书 它昨天是借了你的书 三个位置的是都同样可以做A非A 或是所谓正反问句 所以36是证明它是有动词的属性 同样的用否定的测试 40不是它昨天借了你的书 它不是 它昨天不是 一样 是都可以做否定 可见这个句子当中的主要动词呢 其实是是 所以是是有动词的属性 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个指示焦点的标记的话 不能解释为什么它会像动词一样做变化 做那个构词的变形 39是分裂句加NA 40是否定 此 否定加上是 那41是什么 41是准分裂句 我们看到的是有没有 昨天借了你的书的是不是它 我们发现那个的是句 就所谓的准分裂句 其实也可以做A非A的构词 41的AB是要这样说 这是第一个 就是是其实是带有动词的属性 第二个就是邓首信的先生 邓首信先生的分析 他认为你焦点标记 你就是强调什么就放在什么上面 可是他并没有办法解释是的分布 我们刚回去看那个语料的 试字句分裂句的语料789 你会发现那个是可以出现主语前 可以出现在副词之前 也可以出现在动词之前 可不可以出现在动兵的兵语前 比如说张三打李四 李四是兵语 你那么说张三打是李四 其实是不行的 是它如果只是一个强调标记的话 你没有办法解释说 他为什么不能强调兵语 兵语本来就是名字 主语可以强调 为什么兵语不可以强调 所以这是分布的上面 所以像四二四三四四 是可以出现主语 是可以出现副词 是可以出现副词 是可以出现接系词组 在学校前面 甚至可以出现在动词组 打了他前面 但问题就是在数兵结构的兵语前 像四十六 这样子不行的 然后还有呢 动补结构 骂了一顿 你如果要强调整个动补 也是不行的 那设法 设法是一个竖补结构 也是一样 你只能说我是设法打开窗子 你不能说我设法是打开窗子 也不可以 那逼是一个兵语控制动词 兵语 那个逼他 你如果说我是逼他改架 可以 可是你如果说我逼他是改架 其实也不行 对不对 所以其实很多 四七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 都是要告诉我们 在某些位置上 你却不能够插入是来做强调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那像这种分布的限制呢 就不能解释 所以分裂句的释只能出现在 主与前、主位之间 却不能出现在 树兵结构或借兵结构的兵语前 那释也不能出现在 树补结构的 补语前像四十八 那它必须出现在 位语成分的借兵结构之前 像五十一 那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是 注动词 模态注动词 我们在汉语里头 表示事件的 事物性的 比如说像可能 像五十四 你可以去把是放在可能的前面 也可以放在可能的后面 五十四的是 五十四A跟B 那个钢琴力竟然帮我捏一下 我是四A跟B 它是可能到纽约去了 它可能是到纽约去了 它可能是到纽约去了 好五十五元捏一下 它是应该到纽约去了 它应该是到纽约去了 所以在注动词可能和应该的出现的时候 它这个是可以跟可能应该互为前后 那另外一种注动词能肯改 我们叫做Diantic Model 它是比较低的一种注动词 它却不可以这样 比如说五六五七五八五九 好 这边我们请应连帮我捏一下 不可以的句子 所以说如果 有黄德德先生的评论 如果这个邓首晋先生 他把这个是看成一个单纯的焦点标记 其实你很难解释 很难解释上面的现象 第一个就是是 为什么带一个动词属性 第二个就是焦点标记 为什么有些东西可以强调 有些不能强调 所以焦点标记的分析 然后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动词属性 它可以说FAA跟否定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分布 句法分布 就是有些东西可以强调 而且不行 那接下来就要进到黄正德先生 他的分析了 这是这篇主要的重点 子一 第一个 黄正德先生的理论是什么 他认为分裂句的是 应该分析成一个 首先必须说 那个词类是什么 刚讲的它是不是交给标记 那它是什么 他认为它是一种助动词 那这种助动词呢 它有一个特殊属性 叫做提升动词 刚刚讲过了提升动词 一般是说它的主语 是出现在动词后 助动词后 可是它可以提升到聚首去 所以它认为分裂句的式 被视为助动词 那助动词本来是放在主位之间嘛 对不对 那助动词的分析呢 它有分为两种 一种是单一论源的助动词 一个是双论源 那这两种分析就可以解释 刚刚所有的式字 所有这种式字 这种是这种 那怎么说呢 首先是 助动词分为单论源 跟双论源的术语 那以单论源来说 它是一种提升动词 比如说像69 那以双论源来说 它是一种控制动词 比如说像是68 那在讲它这两种助动词之前 我必须先解释助动词的两类 所谓的提升助词 提升动词跟控制动词 那什么叫提升动词跟控制动词 请看66、67 英文里头 66、67 那个小句子里都叫 to be honest 那我们知道 在英文文法 你们学英文法 他会叫他 老师会说 这个叫做不定词 所以to加原型动词 对不对 什么叫做不定词 其实有两类 像try跟sim 这两个不同的动词 虽然后面都接一样一个closal 一个子句形态的补语 可是呢 它其实是不同的结构 怎么说 当你说John try to be honest的时候 当然就是John 想要让他自己是honest 那John seems to be honest 也是一样John's to be honest 可是这两个不一样 在深层结构里面 其实是像68跟69 这样子的区分 什么意思 就是句法学家认为呢 在try这类的动词 它应该分析成小句子里头 to be honest 前面的主语 应该是个空代词 空主语 那我们用pr文来表示 pr文是for pronoun 就是空的代词 那空代词 大家要找到它的指涉对象 它就会指涉到前面的主语 那69不一样的地方呢 seem是一种提升动词 所以你可以说 It seems that John is honest 对吧 你可以说John seems to be honest 你也可以说It seems 就是大句子的主语 用it 空主语 it 来发 It seems that John is honest 这是它原来可能的句式 所以它是从不同 可是你的try不行啊 你不会说It tries that John to be honest John is honest 就不行 那这两个区分就告诉我们 seem是个提升动词 它本来位置应该是 John的位置应该是在honest的前面 to be honest前面 所以它没有空代词的问题 那汉语里头也有这样子的区分 比如说像会 会这类的主动词 比如说张三会开车 请问这什么意思 这里的会 它是表能力 对不对 张三有这个能力来开车 那当然开车 假设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 也是一样子具形态的补语 会的补语的话 它的主语也是一个空代词 那另外一种会像71 72 其实是72这个句子还是好句子 这本书会涨价 它没有能力不能力的问题 对不对 它只是be going to is going to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我们会把它分析成像71这样子的基底结构 也就是它的主语本来是这本书会涨价的这本书在下头 只是会刚好是一个提升动词 所以你可以把它提升变成这本书会涨价 所以这里看起来有两个位 一个是会 一个是涨价 其实会是一个助动词 然后它是一个提升的助动词 那汉语里头是看不出来能不能变成像69 It seems that John is honest 这种句式 那至少69跟68的区分 可以提现在这个会这个上面 所以助动词有两种回到上面来这个陈述的地方 助动词有两种 主语提升的助动词跟控制动词 主语提升动词和主词它没有选择限制 一般来说这个选择限制的意思就是说它必须是有声性的 所以当你说这个提升动词的时候 它不管什么后面位语是什么都可以 主语的有声无声都可以 所以你可以说exempt 对不对 可是主语控制动词 那控制动词呢 它就会有选择的限制 一定要是有声性的 好 那回到6465来看 你们可以不来 你们可以不来 跟这本书会讲讲 我们刚刚讲这本书会讲讲65 应该分析成像72这样子 它是一个提升动词 对不对 那你说老师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好 黄正德先生要把式字句认为是一个提升助动词 所以它会变得怎么样 我们刚刚看这个会嘛 张三会开车 其实是会后面有一个 它有一个论源是开车 这是它的外 主语是张三 开车是它的内向 内在论源 那 另外一种提升动词 它的像这本书会涨价的会 它其实它的内向是这本书会 但是整个整个小句子 这本书会涨价 对 整个 是它的补语 是内向 好 那回来看我们的式 为什么我们可以说 把式字句当成是一个提升动词 所以黄正德先生的分析就像73 好 式是一个句子当中的入动词 所以它出现在 书状图的i的位置 好 那式可以结一个内向 就是它的论源里头就是有一个小句子 跟那个会 这本书会涨价一样 它的会后 右边是这本书会涨价 这样式它后接一个补语的ip 我打了他 那这个时候可以发生一个operation 是我变成可以移到上面的足语位置 对不对 那语序会变成什么 我是昨天 对不起 我是打了他 所以呢 75的是我打了他的变体 就会变成我是打了他 那做的唯一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就是足语提升 所以式是什么 式是一个足语提升动词 那这个跟刚刚72这本书会涨价 其实是一样的 对吧 好 那这样子的分析呢 这样子的分析呢 分列句的式是一个允许足语提升的助动词 这样子的分析呢 有一个式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做足语提升 变成我是打了他 也可以不要啊 是我打了他 一样是好句子 可是那个会的例子有没有 会这本书涨价其实是怪怪的不行的 七十一是不行的 一定要提升到七十二 足语一定要提升 所以这边唯一的 就是把它当做是这个提升动词的唯一 就是说七十三 这个式字句它必须是 一定 就必须可以提升也可以不提升 提升的时候就得到七十四 我是打了他 足语不提升就得到七十五 但是大部分的提升动词呢 不一定都是可提升可不提升 有些是必定要提升 像七十二的会 那这个解释方法就是 是是一个提升动词的解释方法 它可以补足邓首新先生的理论不足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允许两个便提 一个就是是在我的前面 一个就是我在是的前面 你会不会变成是在兵以前啊 树兵结构的兵以前会不会啊 永远不会 为什么 因为是它是注动词 它就在动词左边啊 它永远不会跑到动词的右边去 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分裂句的分布 分裂句的那个句法分布 我们是不是就说是不会跑到 树兵结构的兵以前 树以后 所以这个分布就自然得到了解释 可以解释邓首新先生理论的不足 为什么他有动词的特性 因为它是注动词啊 那还有邓首新先生的第二个问题 是他的句法分布 教点 那个分布不能解释 那黄正德的先生 恰恰好就解释了邓先生的两个问题 可以吗 时间和处所也可以和事来互补前后 周老师你刚刚讲的只是说足语 就是74跟75的变体 那时间副词的怎么办 时间副词有时候出现在事的前面 有时候出现在事的后面 所以他要怎么解释 黄先生的解释就是像78的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还是一个注动词 是还是一个注动词 所以它还是长在I的上面 它一样加一个补语是IP 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一样啊 我昨天打了他 这是有一个副词的小句子 那可以做足语提升 我可以移到上面去 变成我是昨天打了他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说是我昨天打了他 这两个句式都有 我是昨天打了他 是我昨天打了他 差别就在我 有没有做足语提升 那你说老师不行啊 我们还有一个句式是81 我昨天是打了他 这个怎么办 其实它的来源是像B句 我们看到78的B句 它的昨天是长在大句子 注动词前面 请问副词可不可以出现在注动词的前面 可以啊 副词本来就可以出现在大句子的注动词 你要把它放在小句子也可以 小句子有小句子的副词 大句子可不可以有副词 当然可以嘛 那是一样还是一个注动词 长在I的位置 那主语还是一样是我 可以做提升也可以做不提升 提升的时候会变成什么 提升的时候会变成我 昨天是我打了他提升一步 你也可以说什么 提到最高 我昨天是打了他 所以这样又解释了这四个变题 我昨天是打了他 跟昨天是我打了他 对不对 那可以衍生出来的句子就是7980 8182 你会不会把词出现在打的后面 永远不会 对不对 所以交点句呢 它的分布一样可以得到解释 那需要解释的就是78A跟78B 这个有副词的 然后还有刚刚的73 我们只需要说是是一个注动词 然后呢它是允许主语做提升 或是允许这个是后面加一个小句子 当作他的服务 这样就好了 所以他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有动词的属性 也可以解释是 为什么不能出现在数兵结构 或是借兵结构的兵语前 ok 然后也可以解释 接下来要解释的就是我们刚刚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讲到应该跟可能 还有能肯感 这两种注动词 对不对 为什么它可以跟应该可能前后互换 可是呢不能跟能肯感 为什么 我们看它下面是和其他注动词的互动 看83的图跟84 我们说应该是一个注动词 应该也是长在I 应该也可以加一个IP当中它的补语 所以这件事是应该的 什么是应该的 它到哪里去是应该的 那我们可以做biclosal 做双层的子句 可以 这个IP里面还是可以有I IP里面还可以有I 所以它可以加接不同的子句 当作它的补语 所以它到纽约去是是的论源 那应该的论源是是它到纽约去 那这时候我们一样 它是足语 因为是是提升动词 我们可以把它提到 这个它提到这个上面这个NP E E表示Empty 就是空位 提到第二个空位这个位置 句子会变成什么 应该它是到纽约去 那你能不能说应该也是一个注动词 我能不能提两次 提升两次 可以啊 我们只说它是提升动词 那如果两个提升动词做加接 那当然你可以提升两次 句子会变成什么 它应该是到纽约去 于是呢我们就可以生成 足语不提升 就变成应该是它纽约去 足语提升一次 变成应该它是到纽约去 这是提升一次的情况 这是不提升的情况 这是提升两次的情况 所以不提升变成87 提升一次变成86 提升到最高的位置变成85 一样它这个足语 可以经过一次或两次 或不要提升 OK 那你说老师这个应该跟是 都是提升注动词 它只能有这种次序吗? 不一定啊 我如果说我是有一个句子是 注动词是是 那它一样后面可以加一个IP 还是有一个小句子当它的补语 只是这个小句恰好是应该的句子 对不对 所以可以啊 应该可以接是的句子当它的补语 那是也可以接应该它补语 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84这样子的句子 那一样我们足语不提升的时候 语续是是应该它到纽约去 足语提升一次会变什么 是它应该到纽约去 足语提升两次 以两次变成什么 它是应该到纽约去 所以这个方法就解释 为什么是可以跟注动词 可能和应该互为前后 对不对 那所以你们看这个henna的这个部分 就可以生成 你想要生成的句子 比如说应该可以在是 是可以跟应该互为前后 然后足语呢也有三个位置 就分别有三个变体 可是你绝对不会生成 是那个足语 或者是是出现在 冰语前的那种句子 因为是它本来就是个注动 它不会跑到下面去 那英语跟汉语呢 其实有部分 对比的可能 这边讲义这边是要 93到116这边 93到116 这边都在讲说 足语提升或不提升 会生成什么句子嘛 对不对 85到94 汉语可以生成什么句子 然后9192是在讲 注动词跟会 和是之间的互动 所以会可以在是之前 刚刚讲过 如果说会也是注动词 是也是注动词 当然可以 它可以在它前 可以在它后 对不对 然后一样会 是有动词的属性 它可以做ana 它可以做否定 ok 那93、94、95、96 要讲的东西呢 它其实是音和对比 音和对比 好 嗯 B动词喔 这个is啊 其实它跟那个是 是有一点像的 首先它都有强调的功能 B动词跟是 都有强调的功能 比如说 she's smart 你可以说 不要说she's 这里就有例子 98 比如说 I saw Miss Wong 我看到了Miss Wong 你可以说 I did see Miss Wong 这时候这个did有语意吗 它只是单纯一个焦点 强调 真的有看到 这个强调用法的注动词 did 我们说它叫do support 是注动词 没有问题 因为它出现在动词c的前面 它可以加进去补足整个动词组 做强调 所以其实do support跟是是类似的 所以B动词呢 除了当细词之外 它可以做强调用法 那汉语的是也是 汉语的是除了是细词 我是一位老师 我是一个老师 一个老师 当然不能对调 他是一位教员 他是一位学生 这是细词的用法 除了细词用法 它还可以当强调用法 这个98的AB OK 然后呢 也很喜欢 这是在讲 99是在讲does too啦 比如说 I like Miss Wong and he does too 他也是 你要用什么 一樣用注动词does 对不对 加进去 注动词的用法 其实跟是都也是 你也可以说我 张三很喜欢李小姐 我也是 我也是 OK 然后这边要讲是100到113 是和会的表现类似 张三很喜欢你 我也不行 你一定要说我也是 张三会开车我也会 那这个会也是注动词嘛 所以是也是注动词 那114、115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 does 这个东西夹进去 其实它是一个do support 我们没有语意 它只是强调 OK 好讲到这边 四字句讲完了 有两个结论 第一个就是依照王先生的理论呢 同一个生成结构 可以衍生出很多不同的分裂句 对不对 刚刚每一个树状图 我们都可以至少衍生成两个 或三个 因为主语提升 就衍生成两个不同的分裂句 这些分裂句在论文结构意义上 其实都是等同的 但是句子的焦点有所不同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但是黄先生主张分裂句的式 跟判断句的式 应该要分开来处理 为什么呢? 因为判断句的式是一个二元术语 它是句子当中的主要动词 判断句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张三是一个矿工 对不对? 它是类数的 张三是好学生 这种的 那判断句它是一个 式是一个二元术语 所以前面一个名词 后面一个名词 论元角色不同 而会有等同跟类数的不同语意 那第二种式字句 叫做分裂句 这种分裂句 那对黄先生来说 分裂句的式是一个助动词 刚刚讲了 助动词 然后呢 它在论元结构方面 它是左边是一个名词组 当主语没有问题 它在后面是一个句子 句子呢 当作补语 那这个句子里头的主词 可以做主语提升 所以它是一个提升动词 对呀 好 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 有字句 有跟是呢 其实它是做同样等同的分析 现在时间是10点15分 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 然后回来之后 我们来讲有字句 四字句讲完了 然后四字句的分析 有单论元、双论元 单论元的话就是前面有一个足语 所以是一个论元而已 后面是分裂句 所以有提升或不提升那种句子 分裂句就是试 然后足语在试前 跟足语在试之后 那双论元的话就是一个足语、一个冰语 有冰语的 冰语的话可以依照它的语义 双论元有判断句跟等同两种不同的语义 那黄正德老师在这篇文章里头 他把这个四字句跟有字句做对等的分析 做平静的分析 所以对有字句来讲 才把语文单论元跟双论元 双论元一样是有的前面一个名词组 有的后面有一个冰语 那所以比如说像119的 我们有书这就是属于这一种 我们叫零数据 这里的有书是它持有它的所有 我们有很多钱也是一样是零数据 所以足语有冰语的格式属于零数据 有现在看有字句了 那有跟是它给它做等同的分析 所以如果是足语有冰语 足语是冰语分别就是零数据跟判断句 这种不一样 这判断句大概还有等同的意义 等同句子 这是这一种 那第二种我们刚刚讲说 有四字句里头可以后面加位语的 那足语可以在它的前面 也可以在它的后面 就是是跟足语是两种履序 那我们刚刚讲说 这两种都叫做分裂句 那在有字的对应 其实是正好等同的 有字句的这个单论元的部分 也有足语提升跟不提升 因为它认为有也是一个提升构词 所以提升的状况就是足语在有的前面 我们叫做完成帽的句子 然后另外一种足语在有的后面 它叫存在句 我们等下看句式里头会讲得更清楚 像120句 张三没有看见李四 张三有没有买过这本书 这就是属于完成帽的语意 那刚刚讲这边 下面那个四字句 第一个格式 这里 第一个格式 我们说表示零属的零属句 就是例子像119我们有书 那这个格式零属句的有 是个集乌动词 所以它是二元术语 那有表达完成帽的是第二个格式 第二个格式它是表达完成帽 完成帽 那要注意的是完成帽它只有否定句跟正版问句的形式 在汉语里头呢 完全没有说我有看见李四 这会像台湾国语一样 我有的纪律会有红 像123 基本上有的语可以有看一看 如果是有是纯 完成帽的话只有在这个 只有在这个 呃 表完成帽的话呢 只有在有字句才会有 然后 在米南语才会有 对不起 所以121 122 123 124 这都是完成帽 那在汉语里头呢 只有120 就是张三没有看见李四 跟张三有没有买过这本书 只有A那A的形态的问句 跟否定形态的完成帽 那125126 这是我们叫做存在句 它就是第三个格式 主语在有的后面 然后后面也一样有位语 比如说有一本书放在桌子上 有一个人打了张三 大家要注意是 这种存在句 有没有 我们之前讲过那个 12126 如果你把有当成是 名词组里头的一个成分 表存在的话 表量化的话 它就是名词组的成分 可是在这里呢 它这个有是扩籍 它的范域是扩籍全句 所以是 呃 在桌上存有一本书 存在着一本书的语义 知道这个区别吗 再说一次 125句 有一本书放在桌子上 如果你把有一本书当作名词组 整个是名词组 有是名词组里头的成分 那你可以说 诶 语通常都是 不能是无定成分 不能是数量词组 一定要有有来源渴它 对不对 可是这里的分析 皇后的分析是认为 它是一种存在句 也就是这个 有一本书放在中 有其实是句子的成分 它是一个什么 提升动词 可以吗 好 那它会不会出现在 树兵结构的兵语前 比如说我买了有一本书 127 可以吗 不行 对不对 我被有一个人骗走了 也不行 这是微语成分的借兵结构 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跟刚刚那个分裂句的四字句 是不是分不很雷同 它都不可以出现在兵语前 对不对 所以127跟128不行 所以王先生认为 这个存在句的有 跟完成式的有 一样 应该分析为一个助动词 而且这两种生成结构 是以一个子句 为兵语的无主句 那完成句的生成结构 就会是长怎么样 像129这边 这是存在变成完成的句式 所以这个有跟没有 一样它是一个介细词 它长在I这个地方 那下面一插之后 一个补语是一个小句子 所以这个足语张三 因为它是提升动词 没有是提升 有跟没有是提升动词 所以这个张三可以移到前面 这个高的地方 变成张三没有看见李四 张三没有看见李四 OK 那像130这个 如果是无定的名词组 无定名词组 比如说一个人在教室 那这个时候名词组一个人 永远不能提升 因此保留原状 它不能变成完成句 就会变成有一个人在教室 所以有跟什么 是的区别就在于 它是不是obligatory 它是不是必要一定要提升 主语是不是必要提升 我们刚刚讲会 有没有 会的那个主语 要不要一定要提升 一定要提升 对不对 可是四字句的可以提升 也可以不提升 所以有两种旅序 那129跟130是告诉我们 有有字句 第一个就是说 你从存在句要变成完成句 一定是主语 从下面要上到上面去 变成完成mont 张三没有看见李四 变成张三看见李四 这个事件 它是不存在的意思 它是没有完成的意思 那无定名词组的像130 一个人在教室 一个人是不能够提升的 ok 好 所以回到 黄先生的理论 事实上 怎么样 第一个 他认为 刚刚那个 黑板里头的第二个格式 完成mont的那个格式 跟第三个格式 存在句的格式 其实跟有字句都属于同类 ok 他具有深层结构是相同的 然后他认为 这跟四字句的第二格式 跟第三格式是雷同 所以是跟有 对他来说 这两个格式都是一样的 ok 那黄先生这样子的分析 他有四个论证 刚刚讲了 1 2 3 4 他有四个论证 分别是什么 第1个 论证1 语意的部分 完成句在语意上 其实跟存在句有一种相同 什么意思 刚刚讲说 这个完成句跟完成跟存在 是有延伸关系 你足语在下面没提升就是存在句 对不对 那足语提升了之后呢 就是完成句 那这两个语意有什么差别 其实呢 完成跟存在有一个语意的相类似点 在于完成句其实是指事件跟动作的存在 怎么说呢 这里就这四点啊 这四个点 第1个点是这个 当我们讲的一个东西存在的时候 其实你把事件 是把物体量化 是把一个东西讲说它存在 比如说有一本书 其实是讲人或动物或者是东西的存在 可是当你说有一个人在降世 或是有张三看见理事 或是没有张三看见理事的时候 其实你是在讲这个事件 张三看见理事这个事件 是存在或不存在 事件或动作的存在 其实就是完成帽 对不对 比如说张三没有看见理事 其实是没有完成 看见理事是完成帽 可是它其实呢 你如果用存在去理解它也是可以 它表示的是这个事件或动作的存在于否 可以理解吗 再说一次 有一个人在教室里 131这个句子 有一个人在教室里 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人在教室里 这个事件 它的量化 表示存在 存在 存在这个事件 什么事件 一个人在教室里 那像这种存在它就会是一种完成帽 那一个人有在教室里 一个人 没有在教室里 其实也是这个事件量化 是不是存在于否 对不对 那当你说有一个人 的时候 其实你是在讲那个人的存在 所以同样的都是在 完成帽 其实就是在表达 某一种事件跟动作的存在 都是在表存在 云意上是有雷同的 完成句在云意上是存在句的一种 第二个是论原结构 从论原结构来看 我们把第二格式的有 看这第三格式 这种存在句 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完成句的主语 就是第二格式它的主语 不属于有字的论原参象 有后面的谓语才是主语 跟论原有关的术语 所以其实它是不带NP主语的一种谓语 怎么说呢 在存在句里头 张三有看见李四 张三有看见李四 你把它变成张三 对不起 张三看见李四 然后他们家有 这个这样子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它 张三看见李四 张三看见李四 整个是由他所接的谱语 只是把张三往前提到主语 会自变成张三有看见李四 张三没有看见李四 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话 完成句其实就是 张三看见李四的一种存在 那存在句是什么 这个格式写完了 看好了吗 相反 所以说 张三看见李四 张三看见李四 整个是一个事件 一本书在桌上 一样你把张三这个移到前面变成张三没有 这只能用没有 一本书 有一本书在桌上 这个不可以做 对不对 所以有 你假如把它当做这种格式的话 其实在说什么 你在说的就是 有是表示存在 它有一个论原而已 单一论原 是什么 张三看见李四 或一本书在桌上 所以存在冒 完成冒 完成冒和存在句的有 它其实是有一个相似之处 就是它并不选择足语 那生成结构里头 它是一个句子 当做它的论原 这是第二点 论原结构来看 所以刚刚这个上面这个句子 张三看见李四这个 它其实是一个完成句 下面这个是个存在句 对不对 有一个人看见张三 足以提升之后变成佑 一本书在桌上 不用看见 比较对 第三个论证分布 是跟有的分布雷同 比如说134、135、136 134你可以比较第七句跟第九句 我没有在学校看见它 我在学校没有看见它 它是可以在介系词组的前面 足语的后面 或者是在足语和介系词组的后面 位语的前面 135 它没有被李四看见 它被李四没有看见 是不行的 真的说它没有被李四看见 在被字句里头一样 我们知道被字句的分析 被字主要动词 对不对 那你不能把有跟没有看见 变成补语里头 小动词的作员 136也是 它没有把李四打死 它把李四没有打死 一样 你不可以做 低的 没有 有字的分布 跟试字的分布 在这方面 是完全一样的 首先是分裂句的试子 能出现在主语前 或主位之间 有字句 除了零属句以外 它也只能出现在 主语前 或主位之间 主位的下面 不管是冰与前 树冰结构的冰与前 或者是树补结构 都不行 OK 然后副词的情况 试字是出现在主语跟谓语之间 那它可以跟副词互为前后 那有也是一样 所以像134就是这样子 那诗不能出现在属于谓语成分的借冰结构之后 那语也 那个有也不行 像136 这边是要讲这个 所以得到一个小结 试字句是允许主语提升的助动词 有字句的分布也有相同的限制 所以它把完成句跟存在的有 看作是主语提升的助动词 似乎是合乎合乎道理的 OK 第四个论证是了着过的分布 了着过的分布 这里把起码改成和改成黄 黄指出零属的有可以带着 但是存在句是不行的 OK 所以零属的例子 比如说他有孩子 他有很高的理想 他有不少经验 142 137 143 大家先看142 然后再看137 再看143 这三个句子告诉我们什么 137 142 143 有这 可以 有了 可以 有过 可以 对吧 有可不可以加了着过 表示动貌的标记 可不可以加 可以 零属 这是表示零属 都是他们存有很高的理想 他们拥有一个孩子 他们拥有经验 对吧 存在句的例子是什么 先来看146 139 跟145 课本的那个词 嗯 那个文章里头的次序 我稍微把它变动 来讲清楚一点 再说一次 146 有了 两本书在桌子上 139 有着 人来了 有了 145 有过 一个人在这里 请问有 聚首的有 谷主句 有 可不可以加了着过 不行 所以存在的例子 有了 有两本书 你不能说有了两本书 有人 你不能说有着人 有一个人在这里 你不能说有过一个人 表存在的 不能加了着过 再说一次 刚刚表零数的 是二元动词 是二元术语 所以可以加了着过 表存在的不行 有了 有着 有过的不行 对吧 表完成的是哪几个 147 就只有147 他没有看见他可以 可是他没有着 没有了 没有过 可以吗 不行 所以总而言之 是什么 有字句的这三个格式 如果是二元动词 表示零数的 可以加了着过 这两个格式 表完成的 表存在的 不可以加了着过 可以吗 所以这边要讲的就是 动貌标记的合搭 触所足语有 可以加着过 其他存在跟表示完成的 都不可以 存在和零数的分别可以有字 后面加上的指涉 可以看到什么 看148跟149 148跟149 零数和存在的 分别可以从 有后面名词组来指涉什么呢 我有一本书 你有没有这本书 零数句的冰语可以是有定的 也可以是无定的 一本书这本书都可以 再看150跟151 存在句的有 后面不能接有定 所以151不行 这个有是存在的有 对不对 聚首 有一本书可以 有这本书不行 零数的 都可以 存在的 后面不能有定 那以处所为主语的有呢 可以接有定 也可以接无定 和零数的有 其实是一样 看152 153 处所主语 教室里有一本书 教室里有这本书吗 处所的可以加有定跟无定 所以零数的有定无定可以 存在的 只能无定 处所主语 有定无定都可以 巧结 无主句的有 后面必须使用 无定名词组 带有主语的有 一般可以用来 有定名词组 当作比喻 不管主语是零数的 或是主语是处所性的主语 OK 好 有字 有跟是 到这里 就做一个结论 所以结论 从以上到外 我们可以发现 有字句跟是字句 同样都有这三个格式 对不对 是字句 如果是二元动词的 这个格式 它是属于判断句 跟等同句 两种 它是双元的 有主语 有宾语 两个论元 如果是单论元的 它叫做分裂句 分裂句 分裂句 依照主语有提升 跟主语没有提升 有两种 对吧 有字句 同样的格式 当它当作二元术语的时候 有主语 有宾语 它叫做零数句 当它只有一元动词的时候 有主语提升 跟主语没有提升 两种 主语提升 叫做完成帽句子 主语没有提升 叫做存在句 所以呢 是字句 有字句 两个 其实是同样的成分 它都是助动词 下面那两个格式 它都是助动词 而且是提升助动词 所以它可以有动词的属性 它可以加否定 它可以加えない 好 这篇文章就这样子 结束了 有什么问题 好 没有问题 我们接下来讲这个 李慧琦博士的论文 这是一本蛮大的论文 大概有三百页左右 但是单行句三百页是蛮多的 不过其实它的内涵很简单 总共有六个章节 第一个章节是简介 然后第二个章节是介绍 分裂句跟准分裂句以往的研究 第三个章节呢 是在讲汉语里头的焦点结构 The nature of Chinese focus construction 然后第四章是在讲 巨墨注词 足语焦点 附加语焦点跟胃语焦点的不同 然后第五章是在讲是 是 它把它分析 是把它分析成是一个焦点标记 这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谁的分析是很雷同 第二个人 是谁 等首信老师 对 然后呢 它有讲说 如果是是一个焦点标记 在汉语里头有两种是 一个是细词的是 Copular 是 然后一个是比较强调的是 然后最后呢 就在讲这个不同语言当中 它的分裂句跟准分裂句 做一个对比研究 OK 这是这个整个那个 文献要讨论的议题 好 那首先先看 句法分布 clef就是所谓的分裂句 sudoclef就是准分裂句 sudo就是假的 的意思 sudoclef就是准分裂句 就是非分裂句 但是是一种变体 所以像1 这是什么句 1的abcd这种分裂 这是什么句 1是什么句啊 是张三打了一次 张三是昨天打了 张三是昨天打了 张三是打了一次 张三打了一次 是 张三打是一次 这不行 eabcd是什么 刚刚我们讲的什么句 分裂句 对是分裂句 所以分裂句 可以强调主语 可以强调副词 所以就是副加语 可以强调位语 predicate 不能强调并 第二的abcd就是我们所说的准分裂句 对不对 准分裂句的分布 其实刚刚没有讲清楚 其实讲2 2a 你可以把主语放到的是右边 昨天打了一次的是张三 本来句子是张三打了一次 张三昨天打了一次 对不对 强调张三的时候把张三放到的是的右边 强调副词昨天 这坏句子不能强调 2c 张三昨天打的是 张三昨天的是打理四 把整个位语打理四 动词组放到右边也是不行的 冰语合概念 张三昨天打的是理四 可以 1跟2做的对比是分裂句跟准分裂句的对比区分 分裂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英文里面 it is 什么什么 that 什么什么 对不对 然后准分裂句就是what 比如说 what i bought was the book what john hit was married who john hit 对不对 who john hit was married 这种的 那要注意一下 2 准分裂句的强调的东西要移到右边 不过副词跟谓语整个动词组是不能移到右边去的 可以吗 2有没有问题 没有齁 再来3是要讲的的分布 张三是打理四的 张三是喜欢理四的 这个在说什么 这两个可以让我们看出什么 一话 就是 a的那个是 聚末的等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行 分裂句的话 巨尾就一定要有的 分裂句的巨尾一定要有的 不是啊 1的abcd是分裂句 有些可以有些没有 没关系啊 那个括号就是可有可无 所以四张三昨天打了理次可以啊 四张三昨天打理次的也可以啊 那3 这个的 它跟它的位语类型有关系 跟它动词有关系 你觉得打跟喜欢是什么不一样 打跟喜欢的区分是什么 喜欢好像不一样 嗯 喜欢是静态谓语啦 静态谓语 所以比如说骄傲 就没有什么动作是可以的 打是个动作性动词 对吧 张三是打理次的就很奇怪 可是张三是喜欢理次的 或是张三是骄傲的 其实是可以的 四字句 如果是静态谓语 可以在句末加的 可是动态谓语 如果句末有的的话 都怪怪的 这边星号是不好的意思啊 可以吗 好 所以这张解释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它的分布 1的abcd告诉我们 教分裂句 分裂句 可以分 可以强调主语 可以强调副词 可以强调谓语 动词组 不能强调并语 准分裂句 把要强调的东西 放到得是的右边 可以强调主语 可以强调 可以强调并语 不可以强调 副词跟整个动词组 谓语 对吗 这个分布到现在可以吗 好 我现在回顾 英语的分裂句跟准分裂句都存在 然后分裂句的分析有两种 一个我们叫做extraposition 其实它就是移位分析 它说焦点就是分裂的成分 分裂句里头 可以强调的成分是主语 然后这个东西会被extrapose 被移到句子的右边 所以英文的cleft 英文的分裂句 可以是what I bought was the book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说什么 it is the book that I bought 这就是experative experative experative 是什么 空族语 虚族语 好 那AKM他讲1970年 他曾经说过 英语的分裂句 其实是从准分裂句来的 那他的证据 其实是从 族语跟动词之间的 性数对写 来了 OK 这个我们和你刚刚讲到有类似的分析 是谁说分裂句是从准分裂句来的 分裂句是谁讲的 朱德西先生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特别 但是在英文早就有人讲过了 英文的准分裂句 准分裂句是什么 有三个不同的现象 第一个 他一定要一个WHOR开头 比如说 What I bought was the book 对不对 What I bought was the book Who I love was John 对不对 Who bought the book was John 买书的是张三 第二个 有时候呢 他的右边可以是反生代词 比如说 What the missile damage was itself 这个导弹呢 他在摧毁了他自己 没有摧毁别人 有没有 那个was 后面是强调的成分 pseudoclef 被移出来的东西 所以他可以是反生代词 第三个 There may be no counterparts for some pseudoclef 对于准分裂句来说 有时候没有分裂句的对应 这个我们在汉语也看到嘛 对不对 不一定每一个分裂句都有准分裂句的对应 这造成了朱德西先生分析的问题 因为他说所有的分裂句都是准分裂句来的 Counterpart 我们说是对应句的意思 那准分裂句的五种分析 第一个 移位分析 他主要就是说 把低动词 右边那个成分做强调 所以你要强调的东西都可以提到右边 比如说刚刚那个句子 What the missile damage was itself 那个 itself是从里头 extra pose 把移出去的 第一个 萃取 移位 分析 第二个 本来就有个名字 比如说 什么 这种 这个 这种 谁是责任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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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本來我們的那個分裂句是什麼? it is John 要長這樣東西放在 it is 的後面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vent,對不對? 你應該說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is event is John 這是什麼?這是collect,分裂句 這是什麼?這是sudo-collect,準分裂句 分裂句跟準分裂句在英文裡頭其實有一個對應是 the on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vent is John 這個是什麼?pre-existing NP 我們假設有一個不存在的NP the one,然後Yahoo,我的語言也是 John 可以嗎?biscentential的分析 它是雙層的子句的分析 然後還有什麼東西?六邊 總共有五種 Explosive presupposition 這是語意上它有預設 分裂句準分裂句它其實都有預設 所以你才可以說what I bought was the book 你一定要預設有一本書 你才可以說what I bought was the book 我買的是這本書 你有預設有一本,你有買書了嗎?對不對? 然後最後embedded question 它是埋在小句子裡頭的問句 這個其實是在20頁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嗎? 第二張的20頁 這個是剛剛講的那個Maha講的分析 Clap是這樣 就一個B動詞 所以eat who is sick is me 這樣子 兩個名詞組 這是剛剛那個 1970年的那個分析 對於分裂句 可以嗎? It is me who is sick 這張編題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分析 還有一個分析這樣 來講吃豆clap 英文的 英文的准分裂句的分析 在20頁 Kiss 這是不同語言 Hungarian English 這裡 英文的 介系詞組 介系詞組被強調的時候 你可以說 it是一個句子當中的主語 在spec of IP 然後呢 強調的to John在這邊 然後後面是一個小句子 that I speak it is to John that I speak 這整個that to speak 是一個小句子 當中補語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 It was Clinton who won 贏的人是克林頓 贏得這個總統大選人士 所以他有一個小句子 是有四個差 主語 動詞 兵語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博語 who won 是一個整個博語 然後這個呢 Clinton是從後面移出來的 OK M1976長這樣 it在這裡 然後動詞組 was Clinton 那這個Clinton 後面有一個補語 但是他不是長在句子層次 他是在VP層次 他在動詞組下面 OK 那這個是長在句子 it was Clinton 這個who won 跟這個還是有不一樣 這是四差結構 這是兩差 這是一差是補語 那也有這樣子的分析 三差的 it was Clinton was Clinton 整個動詞組成這樣 這個比較少見 因為你會發現那個who won 其實在修飾Clinton 裡面有修飾到那麼高的層次 expertive的分析 其實就像Chansky代表 主語其實是it it was Clinton who won 所以主語其實是it 剛剛講的這個主語是整個 it was Clinton 那這邊的主語是it 這叫虛主語 expertive 虛主語 虛主語 所以it was Clinton 然後who的整個都是往下長的 William的也是一樣 有一個it長在這 A was Clinton 然後只是說他的 我與who won 是加接在 名詞組後面 一個新的分唱 這個也是一樣 有點類似 都是受到Chansky的影響 所以是虛主語的分析 這abcbf abcbf 六種都是expertive 主語的分析 虛主語的分析 虛主語的分析 然後英文的去 的分裂句 除了這些分析 還有這個一味分析 extraction 第一種 剛剛講的extraction 是長這樣 John called the pigeons is 然後位於在這裡 然後本來就有一個 the thing that John called the pigeon was the John called something was the pigeon 主要動詞 是個copular 那主語很大 主語長得很大 但是有一個pre-existing mp 存在著有一個mp 長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the thing 那這個沒有 extracting analysis 沒有 bicentential 兩個小句子的意思 主語也是這麼大 the thing John called something is 後面有一個名詞組 所以這一個小句子 這裡有一個小句子 在名詞組下面 John called the pigeon 有沒有 John called the pigeon 兩個重複 兩個小句子 這是第三種 我們叫bicentential 第四種 explicit position 有一個預設的 三叉 其中 細詞是一個成分 然後主兵語長這樣 這個很少見 其實 再來 內籤問句 Cow John called what John called 這個是一個小句子 當名詞組 整個名詞組 這個動詞有兩個名詞組的 論源 一個是主語Cow John What John called 另外一個是什麼 What John called is the pigeon 所以這個 What John called the pigeon 又重新埋在 第二個名詞組的下面 漢語的 漢語的clap 你們講義的第二頁 右邊那裡 Chinese clap 漢語的 這個分列區 和準分列區 就是我很快講過去 因為那個 剛剛那篇文章講過了嘛 鄧首信79年 是這樣分析 他畫這樣 他是去年來的 他來去年是強調成分的 這個focus被強調成分 鄧首信先生的分析 所以他畫這樣 我要 我明天要去 是我明天要去 一樣這個強調是 鄧首信先生的分析 Paris的分析 我們先跳過好了 李恩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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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 這個是sudo clap 是 主分列句 他認為分列句喔 在左邊有個分叉 有個小S這裡 他喜歡人 人 什麼 他喜歡人 是 李小姐 所以其實本來的 那個表面結構 應該是 他喜歡的是李小姐 李小姐是這個 準分列句 右透 區分出來的東西 這個李小姐 被拿到右邊來 他其實本來的主語是什麼 他喜歡人 然後這個人是誰 是李小姐 這個句子其實在修飾這個 名詞組 他喜歡的人的意思 然後是跟這個共 李小姐 這是他對 準分列句的分析 然後同時你這個時候 還要再topicalize他 把他移到最前面去 好 這樣子 所以是長這樣 他 他是在 舊金山遇見張三的 在舊金山這裡 被強調的成分 一樣是 的是句摸諸詞 是是主要動詞 他去年遇到舊金山 強調去年 可以 然後再來黃正德1988 這是我們剛看的 剛看的那個文章 有沒有 是是一個I上面的主動詞 然後主語可以做提升 有沒有 這是剛剛那個文章的分析 我是七 看得出來嗎 所以 我是打了他 其實這個我是做主語提升 好 然後邦尼邱是 這是黃正德的分析 黃正德是一樣 跟剛剛一樣的 就是這個空族語 然後是是I 是一個主動詞 然後我可以做主語提升 邱 這樣子他認為是 是一個獨立的投射 再來最後是曹風甫 1994年 曹風甫的分析 這沒有他沒有畫圖 大家知道一下就好 好 第三章 漢語的焦點結構的本質 漢語的Clap的本質 他認為呢 漢語的分裂句跟準分裂句 都被分析成 都被認為是對比焦點句 而且呢 他的語意有兩個特性 一個是他是窮盡的 然後第二個他是排除 排外排除的 所以當你說 我昨天買的是這本書 或者是 是我昨天買這本書 其實你在講是什麼 是我 而且只有我 只有我就是exhaustive 窮盡的 是我買這本書 只有我買這本書 沒有別人喔 是我買這本書 還有一個就是 是我不是別人 其他人都不是 第一個是只有我 所以exhaustive 第二個是exclusive 排除其他人 排除其他人 所以當你說 是我買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你是在講窮盡 只有我一個人 而且呢 不是其他人 所以他這裡說 Chinese clef and pseudo clef are categorized as contrastive focus which exhaustive and exclusive from its ultimate 然後呢 分裂句有三個功能 第一個 focus 強調聚焦 第二個是 emphasis emphasis是強調 第一個是 focus 第二個是 emphasis 第三是 contrast 對比 所以他說他是一個對比的分裂句情 分裂句情分組的分裂句是對比 其實在講的事情就是 它是聚焦它是強調它是對比的 下面你們看一下第三個那個圖 第四章的三個圖 這個圖表是什麼 怎麼分析是 對不起 怎麼分析的 句末的 sentence final的 句末的的有焦點的跟沒焦點的 沒有焦點的 他認為是一個關係句 但是沒有中心語的關係句 關係句為什麼有的啊 比如說書有很多嗎 我說老師買的書 這是不是 relative clause 歡喜子句 老師買的書 他限定只有老師買的 對不對 可是當你不要講書 書是中心語嗎 老師買的書是一個名詞組 中心語是書 你不要講書的時候 老師買的 你說這本書是老師買的 當你這樣講的時候 老師買的可不可能是一個 have this relative clause 沒有中心語的關係句 老師買的 還有就是表示強調的 表示焦點的的 那因為你強調的成分不同 可以分為主語焦點 附加語焦點 跟謂語焦點 那謂語焦點我們剛剛講 句末的的跟你的謂語有一點關聯 就是靜態謂語可以加的 動態謂語不能加的 記得嗎 所以第四章主要就是在講這個 那你給大家看一下例子 漢語的德 漢語的德有很多德 比如說 數格德 張三德書 張三德是數格 形容詞修飾語 好的書 後的書 後的書 後是一個形容詞 後的書 後後的書 可以做重點 是德結構 我是昨天買書的 我是 昨天買書的是跟的 對吧 是的結構 關係句 我昨天買的書 不是別的理事都買的書 我昨天買的 是不是關係句 我昨天買書 是一個句子嗎 再說一次 我昨天買書 你能不能把它retivize 關係化 變成 我昨天買的書 the book I bought yesterday 變成牆 它是一個名詞 主書 只是它是昨天買的書 A positive 他來美國的事實 他來美國的事實 這件事情是什麼 他來美國 這叫A positive A positive就是同位語的意思 比如說那個 John himself is very smart John himself 是兩個族語嗎 不是啊 John himself 可能是A positive 就是同位語 以前對the的分析有很多 朱德錫先生 然後有Ross Ross 他們都對the Simpson 他們認為the是這個d 是名詞主義的 只是詞主的中心語 大概是這樣 這是第四章 第五章在講是 是有幾種 至少就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這邊講的一二三句 Predicational是 跟未有關係的是 第二種是是這個例子 裡頭是在講分裂句的是 然後最後一種 第十個 A authentic是 這是第五之一要講的 所以是呢 如果是未語的是有三種 一二三 第一種 表等同 張三是李四的大哥 那面棋是美國國棋 我們說他叫表等同 對不對 表類屬 表類別 張三是個推銷員 這個主編語不能互換 這剛剛講過了 還有表存在 桌上是給你的錢 其實意思是什麼 桌上有給你的錢啊 它存在在桌上的意思 三種是 那分裂句的是是四 張三是昨天去北京的 那 Roth認為呢 是這種是 是一種 細詞 然後呢 連接主語跟他的位語 那這邊講 Distintive form Distintive from 對不起 它應該是from 不是form 請你改一下 from 不是form 所以它跟什麼是區分的呢 它是Distintive from Predicational 式 它是跟那個位語的 剛剛講那三種位語的式是不一樣 OK 首先呢 為什麼會跟剛剛講的位語是式不一樣 第一個式是 是 它叫做 是 is not a grammatical obligatory 它不是一個必要成分 所以你那個client 就是分裂句有式 你把它取消掉 其實是沒有差的 我是昨天去台北 就說我昨天去台北 只是沒有強調耶 對不對 句子還是好的 第二個 a client is used to express focused information 它只是用來強調標記 是只是來標記強調的成分 所以五是告訴我們 張三氏昨天去北京 張三昨天去北京 沒有式也沒關係 張三李氏的大哥 就是句子是不好的 但你也必須要說像話題一樣 張三李氏的大哥 張三日本人也不行 張三日本人 戳上給你的錢 如果把式省掉都不行 張三氏日本人你講 張三日本人都不行 張三氏李氏的大哥 你講張三李氏的大哥 張三李氏的大哥也是不行 OK 五六七八是在講 是被省略的情況 五是分列句的是 省略句子還是好的 六七八是剛剛講的等同 那些未語的是 省略之後是 句子都是不好的 第九是在講 是沒有強調語意的時候 天是藍的 你只是在講天藍而已 對不對 不是沒有強調語意 張三氏李氏的好朋友 張三氏賣房子的 這都是未語的式沒有強調的語味 是張三賣這個王子 這時候就有強調了 不是別人 是張三 emphatic 張三氏去年或張三氏賣房子 都是clap 但是emphatic 那根據它 是強調的成分有足語強調 附加語強調 各位 這個我們上一個講義裡頭 已經講過了 例子分別是14、15、16、17 這區分兩者我就不再贅述了 5.2.1是在講 跟句末的的出現的時候 是張三去美國的 張三是昨天去美國的 這次本來是clap 本來是分裂句 分裂句的話 句末的的通常都是可出現可不出現 對不對 右邊 是我昨天達理寺的 我是昨天達理寺的 我昨天是達理寺的 昨天是達理寺的 我是昨天達理 為什麼19ab可以19c不行啊 應該說它不能出現的 我昨天是達理寺 我昨天是達理寺的 張三是去美國 張三是去美國的 魏羽的那個 去美國達理寺加上是 如果要跟得在一起 就是都怪怪的 對不對 18、19這個我不大贊同 但是 因為我剛剛那個 動態魏羽跟靜態魏羽的區分 我是覺得蠻明顯的 可是18、19我覺得還好 好 那不管怎麼樣 比較重要的是 就像那個5.2.2上面這個 部分這個重點 他說呢 whether the is available in the sentence final por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predicate type 跟魏羽的類別有關係 動詞的類別有關係 能不能有句末的的 其實跟魏羽類別有關係 你自己去看論文裡頭 20到25句是 不能出現的 26到28就是 可以出現 那基本上就是靜態魏羽 跟動態魏羽的區分 就是剛翼華說的那個 再來5.2.2再講 焦點的泛育 是張三打李四 其實強調只有強調主語張三 他有沒有強調打 沒有 張三是在家裡打李四 這個強調是介系詞組而已 adjunct這個附加語 張三是打了李四 不是王武 所以你看強調整個位語 整個predicate 特別是在兵語的位置 是打李四 他不是打王武 那如果你說張三是打了李四 不是摸了李四 有沒有 摸了李四跟打李四的差別在哪裡 整個動詞組都不一樣 是打不是摸 對不對 張三是打了李四 不是摸了王武 這變成什麼 打了也被強調 動詞也被強調 兵語李四也被強調 所以是打喔不是摸 是李四喔不是王武 可以有這幾種區分嗎 那這幾種區分 29A B C D E的區分 其實他就在於focus scope 強調的範域 強調的重點 強調的範圍 在哪裡 OK 5.2 5.3 5.4 對不起 5.3 4 5 6 7 8 這裡有8個 這裡看table 直接看下面的table 這裡要講什麼 他在論文這邊講了8個證據 這8個證據都是證明說我們需要區分 論語言跟非論語言 論語言就是主語比例的意思 那非論語言就是像副詞 明天這種 那我們要去區分它 它還有8種語言的證據 從它的論文的100頁到109頁 總共有8個句式 他在講這8個的分佈 那這8個分佈呢 造成了這裡focus type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表格 有三種focus type 一種是subject focus 主語被強調 一種是附加語被強調 一個是位語被強調 那你可以發現那個 比如說句末的的 它是可以跟前兩者並存 但是是不可以出現在位語 predicate focus 其實這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語料 18、19在講的事情 那這整個table1 都是在區分這三種focus 主語的強調 副詞語強調跟位語強調 整個第五章都在講 對不起 5-1到5-3都在講這個 5-4開始講語意 那我們直接看5-5好了 5-5呢 對不起 請你把這個5-7改成5-4 然後summary改成5-5 它的標號我把它標錯了 所以直接看73的這個表格 對於李慧琦來說 是分成兩種 一種是沒有焦點 沒有focus的是 它就是細詞 所以它的分析就是對於這種 它認為是一種 沒有中心語的關係詞句 那一樣呢 可以分為位語的式跟區分的式 那另外一種是 是有焦點標記 有infedic marker 所以像分裂句就是這種 有強調的 有focus的 那focus分為subject agent focus 跟predicate focus 剛剛它有那個8個 那個表格裡頭的8個證句 8種句式分布 來說有這兩種區分 那可以強調主語 可以強調附加語的 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分裂句 然後呢 畏語的強調 你如果要強調式式強調動詞組 那你要區分靜態畏語跟動態畏語 靜態畏語就可以加句末等 這個動態畏語就不能加句末的 可以嗎 所以這個整個文章的格局 其實從73這個表格 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所以對它來說 這個式可以這樣子去做分析 那五眼九只是在講說 其他跟焦點有關的結構 除了式字句之外 還有兵與前置 比如說張三牛肉吃豬肉不吃 吃後面的牛肉豬肉移到前面來了 這我們上次講過 話題的時候有講過 object fronting 還有連兜句 張三連小孩都騙 張三騙小孩嘛 小孩本來是兵語 做連兜句的時候 也可以把兵語拿到前面 無論兜張三 無論誰都愛 一樣 所以它這三種句式都是強調的句式 好 那漢語的這個分裂句 對它來說 樹狀圖就會像是 第六章的五 的是一個句末著詞 然後它也是有焦點的功能 所以在focusp的右邊 那被強調的成分呢 必須在 噁的 噁的 噁的泛育裡頭 所以它把它放在最前面 那這次lf意思是語意上的 那整個句子是長在這裡 可以嗎 好 那這就是 最後這個圖其實就是結論啦 就是這整本論文 李慧琪博士的論文 所以要討論的 好 進行到這邊 我們已經把說是和有 還有這本論文都講完了 有沒有什麼問題 哪會有這個 呢 謝謝